大家早晨 香港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昨天淡有在7月份 場外股票期權到期前 下午反攻 成功把最後結算價壓低 不用輸這麼多 今早上講股事前分析 我們的講題是科指期貨 需要手穩在一個關口上 這個關口是4503 我詳細和大家講一講 短線證券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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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SILVER或以上級別的PATREON PATREON才能看到 至於VIP會員 WhatsAppVIP會員 只是看中線 短線 5隻上星期 龍湖集團 蔚來 新東方 理想汽車 和中國平安 這5隻 昨天變成怎樣? 都是5隻 龍湖集團 蔚來 新東方 理想汽車 和海底撈 中國平安 跌到哪裡? 中國平安 跌到綠色區 不要做錯 用來斷炒 海底撈 比對5個交易前 收市價升了23.16% 說你去到這位置 最少 累積升幅 那隻 理想汽車也有16.585% 你真的再追進去的話 你的折位要放得很高 還要嚴守止蝕 到了你不肯止蝕 那就可能很危險 30隻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 昨天哪些股份托了它上來? 主要就是 京東集團和理想汽車 幫忙的就有 美團 快手 以及百度 收市時錄得資金正主動賣出 金額是1.8600萬 佔總成功 不夠500% 差很遠 所以沒有大參謀價值 這個數字 整體主動賣股比率顯示 買家和股價入市進取程度差不多 三類大戶之中 見到超級大戶掃貨的情況 比較明顯一些 見到12點下 市回跌 它一下去掃 這個 特大戶都陪著它一起掃 但是 普通大戶和超級大戶 實力沒有那麼強 就扔貨 市場 他們倆扔了 賣空金額比率 是12.045% 比上日是明顯下降的 即超級大戶 並沒有增強部署 看淡科技股的 短期有市 圖表分析 就是科技指數期貨 陰陽足的日線圖 日線圖上面 我給大家看的就是 由這個位置 由這個位置 跌到這個位置 4828 跌到這個位置 跌到這個位置 3576 反彈的0.618倍量度升風目標 其實上個星期五已經過了 4350已經過了 所以再衝上去 挑戰4828阻力是非常正常的 現在問題是 昨天最高升到4713 之後就不再去 如果今天 趁著美股 昨天美股 還叫做好一點 衝高一點 過不了昨天高位 4713 我們最多等多一至兩個交易 都過不了 就回吐的機會大 到時就看這個上升列口 好了